今天早上大家都在開氣吃火啦 所以很亂的啦 廣遍三華的還有健保的 好我請問局長 康局長 最近有 查到 就是有三十幾家的西藥廠 是 有一百多種藥 那去委託食品廠包裝 那這件事是怎麼樣 好跟委員報告 那這些我們在藥事法裡面規定 從藥品的從開始的原料 到製造 到最後的包裝 都屬於製造的一部分 那這個整個的都必須要在 還有GMP合格的藥廠裡面執行 那但是因為現在有很多的廠 也就是用委託的方式 在分段的在做製造 那照理來說 他應該要委託一個 具有GMP的一個規範的藥廠 來做最後的包裝 那我們現在查到的是說 他沒有委託到這些藥廠 而是委託一個食品廠 來做這樣子一個包裝 台灣現在有GMP或CGMP的藥廠 到底有幾家 因為現在有總共齁 就是大概一百五十四 那真的有在生產的 有在開工的是整間 就是說有藥證 然後他自己不做藥 那委託人做 他只有有執照而已 因為每一家都開工 一百五十幾家都開工 應該是台灣的吃不完 那外銷又沒那麼簡單 是應該都有在開工 那有在開工 為什麼還要去叫人家包裝呢 沒有現在他是分段 他就是可能他在原來製造的過程中 他也許原來是用瓶裝的包裝 他後來想說用鋁箔包裝 那來做了一個變更 但是因為他的鋁箔包裝 他也許沒有這樣子一個機器 所以就會委託一個 有這樣子機器的藥廠來做包裝 所以現在是因為 像我們現在也有很多的包裝 是委託在類似物流公司的一個 但是他們也取得了 GMP藥廠的一個認證 之後來做物流包裝的部分 所以現在因為這個 整個的一個產業 都已經走向分工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些半成品 有可能就包著 車載 載一百間繼續包 那這樣你們有在管理嗎 有 怎麼管理 這整個過程中間 都必須要 從頭到尾 都必須要 這個收到一個管理 所以剛才提到就是說 他甚至於委託到另外一家去包裝的時候 另外那一家也要有 GMP的一個認證 才可以做進行這樣的一個包裝 那我問你 這三十幾家的藥廠 去委託另外一家食品 製造食品 健康食品的工廠 包裝啦 打訂啦 等等 這個顯然你們不知道 才會發生後面這個事情啊 所以表示說 你的監督和你的階段性的控管 是有問題的啊 是 這當然 委員說的有沒有說 就是說 我們在整個的控管之下呢 希望當然是達到百分之百的控管 那但是他可能 現在我們發現他有非常多的樣態 他可能是說 他有些廠是以前 他想要改包裝 然後一時沒有沒有這樣子的機器 他就去委託了包裝 或者是說他可能是因為他的 要改變那個包裝的大小 他那個模子 有一些改變 結果他就投機取巧 就是沒有再去做模 而就是做委託的製造 所以在整個的過程中間 確實我們 如果說 整個的去了解的時候 可能也沒有辦法百分之百去抓到這個 所有的一個樣態 那這個部分我們 因為這樣的事件 我們現在 對於整個的過程中間呢 我們也做了一些改善跟加強 處長 你知道這很嚴重的耶 為產品 為生意 或是買死那些格格的 啊現在 打定了 打定了 他自己沒有要包 或是甚至連打定都不打定 就把一桶的東西拿到V廠器 然後打定 搞不好弄一弄又大到C廠器 去包裝 欸這中間 東西放棄 減少 劑量的減少等等 這問題一大堆耶 那還有中藥的 西藥的 西藥的 都軟軟做一下 那你們這個抓到是第一次抓到 第一次 欸這個委託那個 食品廠來看 這是第一次 對 第一次 那你們再來 再來叫查那些 查那些 研批藥廠 那三十幾家你們怎麼查 聽說你們去人家陳情說你們去那邊查的時候就態度非常的惡劣 然後呢要恐嚇然後又要給他關場等等有沒有這種事情 我想這個在在過程中間我想廠商應該對任何我們的處置都會有一些抱怨啊那我想我們的同仁因為我在本局成立之後呢其實我們也是很擔心這樣的一個事情的發生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開始要求全程的錄音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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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也不可能說當場我們的稽查員有那麼大的權益說當場叫你關場 這個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 這次公平交易委員會的稽查員 他們有拿到收手錢跟扣押權 那我們就一直擔心 好不遠擔心說檢察官的權利下放給他們 檢察官部分的權利就交給公平交易委員會那些官員 那部分的公權力跟司法警察的權利 那現在我們就很擔心他們會突出 那使館局這些稽查員 將來如果授予也有稽查扣押跟收手的權利 你們會不會越囂張越突出 會這樣嗎 我想这个我们所有的稽查人员 其实最终的目标就是保护消费者 那在保护消费者跟在业者当中的一些权益 当然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冲突 那其实在我们必须讲 从早开始我们在稽查这个药厂的时候 就是一直在就是没有这样子一个权利 那我们也遭受一些一些困扰 就是说就像您讲的 我们有时候要资料 其实厂商拒绝不给资料的时候 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权利的时候 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所以在我们有时候必须 如果厂商就把铁门关起来 没关系你这边 那你会怎么 放高啊 放手然后又关铁门 这早期有听说有这样子的状况 也确实有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那个时候就必须要由警察单位 跟来检调单位一起来配合 好 那主席站我20秒 20秒给我 我请问署长 你现在开始要清查医美诊所的一些微诊型 跟有红色标章 跟什么 绿色标章是不是 那绿色标章的是微诊型 比如说电波拉比等等 那如果红色标章是有手术的 就是龙如龙比 那你这个是针对诊所先少是不是 医美诊所 好 那目前呢 我们分成这两类 当然有一个是比较 non-invasive 一个是invasive 那我想这个不管是诊所 跟医院都应该要做这个事 不只是诊所 所以是前面前面的前面的那种 那整型外科医学会非常的 反应非常激烈说 那这样将来小二科医师 甚至于什么下一科医师 受个训拿个实诉 就可以去做 那你是把它漂白 把它合理化 是不是要这样 我想他过那个关不容易 我想这个 你们的把关是怎么把关 报告委员 对于一些比较轻入性的手术 要做到那个手术的话 其实对于一些内科系的医师 大概都不能做 除了皮肤科医师以外 那并且是除了整型外科以外呢 其实都要受100小时的专业训练 那另外有一些更轻入性的手术 困难度较高的根本 即使是你接受训练 都不能参加 只限于专科医师 所以就是比较没有侵袭性的 微整型的 你是开放这一边 给一般医师去受训 那如果要手术的话 是要严格把关 因为手术又加上麻醉 一天到晚出事都在这一段 你看最近好几件都是麻醉 不是掏掉的就是避植物人 所以在诊所里面做那一些全身麻醉 我是觉得是非常危险 以上 谢谢 谢谢 好